解二元一次連立方乘式 那么看到这个連立方乘式里面有分数形式的式子 看了就非常的不喜欢它嘛 因为我们不喜欢处理分数的问题 所以我们先透过一个技巧 我们在第一式 以等量公里的乘以分母的最小公倍数 所以分母有2和3 那我就乘上他们最小公倍数为6 把第一式整个式子乘以6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它改写出来了 改写出来的结果呢 透过第一式乘以6 会得到3x-2y等负12 那么第二式只是造超 那我给新的式子叫第三式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处理这个連立方乘式的问题啦 观察x的系数没有整数倍数 y的系数也不是整数倍数 所以我只能对两个式子都进行变形 那怎么变呢 我们将第一式乘以3 第二式乘以2 透过这样变形的动作 我的y系数就可以变成互为相反数的两数 变成这样子 我们看到第一式变成了 9x-6y等负36 第二式变成4x加6y等负10 所以y的系数变成互为相反数的两数 我就可以对两个方程式做直式的加法运算来消去y嘛 所以呢我们直接来进行加法吧 9x加4x会得到13x 接着y的系数 负6和正6相加后互相抵消 y不见了 接着会等于 负36加10得到负26 接着将x的系数13除过去 可以得到x会等于负2 接着我们再将x等负2进行带回 但是这一次我绝对不会选择第一式来带 因为它有分数是不好处理的方程式 所以呢我将它带回第二式或第三式都可以 那这边我就带第二式 所以第二式被x等负2带入之后变成了2乘以负2 再去加3y会等于5 整理一下负4加3y等于5 也就是3y等于9 最后得到y会等于3 所以这一题答案x等负2y等于3 所以透过这一题我们可以知道 当题目里出现分数形式的方程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先透过等量公理 然后找到分母的最小公倍数将它乘出来 乘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整数形的方程式 那么再进行加减消去法